王源最新随时宝藏歌手最新造型曝光,满满街头风,太可爱了 在宝藏歌手中,李莎燕子自爆自己恋爱了,而王源自爆自己认识了她的男朋友 王源录制自己喜欢的节目,整个人也是很快乐 王源是一个很有原则的音乐人,现在有很多的跨界歌手,王源说跨界不能放低标准 王源每次的评论也都好有心,是真正的音乐人没错了 王源自爆自己不知道传真机是什么,王源作为随时宝藏歌手中年纪最小的好奇宝宝 感觉随着网络的发展,传真机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必须了,你知道传真机是什么吗 在最近录制新一期随时宝藏歌手的时候,工作人员的表现也让粉丝们表扬了 这种综艺节目录制时间长,而且还是在晚上录制,为了提起精神 王源拿了一杯冰美式,一有空就喝水 王源看到刘百新拿了一杯奶茶喝,粉丝们都说王源对着刘百新的奶茶很是羡慕 王源的眼神让工作室看到了,姑姑给哥哥送来了黑色保温杯 哥哥喝了一口,然后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王源拿了一杯冰美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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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美式